落点什么呢 哎 她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啊 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 找着 对 哎 小切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三个字 给点钱 用说那话 当你别说钱 别说钱的 凡人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辈子起 多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 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爱你在心里 我从未提起你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来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儿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小英雄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他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英雄爷爷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够三千吗 没有 我骗他的 那你太厉害了 小英雄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食物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翘儿啊 我想通了就好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哎呀 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错了 屁股上装了一个大坑 七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别打发我三千的 不是 哎呀 我说 小义父爷爷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命运 哪 哈哈哈哈 老老菜是不是 哎呀 你小姨又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被为了劝你 是吧 小姨不 现在梦想成真了 哈哈哈 真咋了 哎 小姨不爷爷 你别哭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 给点音乐 啊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我现在生不如走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姨啊 二妹爷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哎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什么年纪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好 我怎么能整起你 哎哎哎哎 小姨父 小姨父 你先别 你先别激动 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着肇事者 对呀 二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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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 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 你又不知道 转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 转了车 赶不赶当 赶承认 走啊 你再从头儿跟我说一遍 你你在哪儿装的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姨父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尾号5678 破案了 往哪儿跑 往哪儿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哎哎哎 咱好好说信不信 对对对 还是亲见 对对对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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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姨父别激动啊 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 是吧 咱坐下聊一聊 是公链呢 还是私链 好 是 宝物